HELLO 大家好,我是幻球科技的EAN 今天呢,我來為大家示範如何使用這一款 Tadeo Sport的TP5輕率感測器 那我們這個材料裡面呢,就會有 SENSOR的本體 一條輕率的支帶 還有一個使用的說明書 那在使用本產品之前呢 我會先介紹如何使用這一款支帶 要如何正確的去做配戴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做使用吧 GO! 那接下來呢,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支帶的部分 那介紹之前呢,我先來介紹一下支帶的構造 那我們這個支帶啊,它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這個日行環的設計 那它日行環的設計啊 主要就是要讓它可以調整支帶的鬆緊度 那它旁邊呢,有一個九字構的設計 那這九字構啊,因為我們的支帶 它是側扣式的 我們只要把支帶的另外一頭 扣在九字構上面 那就可以做穿戴使用了 好,那接下來呢,我來介紹一下 這個支帶它的導電布的部分 就是導電布的部分啊,它是位於支帶的背面 那我們在使用支帶之前啊,要把這個導電布沾水沾濕 所以我這邊呢,也準備了一杯水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導電布的部分沾濕 那我們在沾濕的時候啊,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這個導電布顏色變深了 那代表這個支帶的部分就是已經有 確實的沾濕了這樣子 那我們沾濕以後呢,再稍微摸一下 確保這個支帶是已經沾濕的狀態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支帶 穿戴在我們的身上了 那要注意的是,這個支帶要貼合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就使用這個Model做示範 好,那我現在就把支帶穿在我們的Model上面 好,那我們先貼合一下 貼合完,直接貼合 我們大概預留了五隻手指頭左右的一個空間 那為什麼我們會使用五隻手指頭呢 因為我們其實有做過測試啊 五隻手指頭啊,它其實會讓你的穿戴的頸度是比較適中的這樣子 那這個方式也讓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支帶把它扣上去 扣上之後,我們再把這個金屬扣的位置挪到我們中間 那挪到中間之後啊,我們要確保我們這個支帶 是不會滑動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我們假如我現在穿著支帶以後啊 我們身體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左右伸展的一個動作 然後上往下伸展這樣子動作 如果我們做完這個動作啊 支帶都沒有滑落 都還是緊緊的貼合在同樣的位置的話 那代表這個穿戴方式就是OK的 那假如今天你的支帶有位置可能有點滑落了 或者是歪掉了 這樣子的狀況都是不OK的 這樣子是沒有辦法測出正確的行李數據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支帶啊 位置把它抹到中間 胸膛中間的位置 那最後我們再把我們的Sensor 扣在我們的支帶上面 OK,扣上之後也稍微確保我們的Sensor 是在我們的身體的正中央 那如此一來呢,我們就可以做使用了 就是我們可以跟一些市面上的APP啊 或者是一些健身軟體連接 然後測出我們幸運的數據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就到這邊 我是萬九看你的眼 那對於我們產品有興趣啊 都可以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